字幕提供 Hello大家好 歡迎來到生械日記 我是Audrey 另外我身旁的是 Hello大家好 Willan Hello大家好 今天我們來到 去到花心坑村這裏 就是在黃麗頭巴士中站一直下車之後一直走上來 我們今天走上的路線在哪裏呢 我們沿著上馬路之後 就向著梅子林的方向 不過我們就不是梅子林村的 我們會入了沙田街遊徑 然後上小子之後會經過一堆墓地的石屎山路樓梯 上到有一個停 之前就不是走過那裡多的 之前是另外一條崎嶇一點的路 上完之後就會經過石屎山邊 再過去水遊黃牛 我們會下去看一看黃牛石城 石天窗 然後才繞圈回來這邊 全程大概是只走兩至三個小時 但如果因為這段時間是芒草季節 相信要花很多時間打卡 黃牛石城也有很多景點 所以加起來 我想你們預約起碼四個小時 好 記住大舊水上山 我們事不宜止馬上出發 Let's go 我們剛剛搭巴士 就過來黃麗頭碼頭這裡 這裡有由沙田新城市 市中心一直過來 甚至乎在美孚過來的車都有 所以巴士也挺方便 然後這裡一直走 因為現在正在整路 正在維修 其實走回來 這條樓梯走上去 就已經可以開始了 題號 喂威靈 我想問一下 其實我整天在監獄公園都經過看到這些地圖 其實怎麼看的 都不太會 其實很鼓勵大家 這裡很簡單 閣下在似或是你在似 有一個Great Reference 上次講過方位的讀數 現在在這裡的時候 跟著這個DocDoc 一點點一點點 就是沙田加油徑 我們稍後就會跟沙田加油徑 走一點點 然後轉向這條虛線 黑色的虛線 這條路上 越密的等高線 每20米一條 代表越斜 因為頭部是石屎樓梯 所以可以的 後面這些越緩 其實越平 沿著山直一路上上上上上上 我們就會上到石牙山邊 就不想石牙山頂的 暈這裡再下 這裡有一個卡車 就是住了 之前我就暈沙田加油徑 去到呂婆澳 才轉上這條山路 但這條山路 現在少了人走 自從開了那條實市樓梯路之後 這條山路可能會比較多些草刮腳 你問我 就不代表真的爆淋那隻 只不過是遮蓋了那條路 而上到最斜的這幾條等高線 建議大家盡量上上 如果你下不習慣崎嶇路的話 就會覺得在這個位置斜 那我已經上到這個位置 很開揚 看對面看到楊原石 看到豆腐石這一邊 那待會我們上去 大家可以再看看風景 好啊 那我們Let's go 了 OK 這邊 好啊 我們剛剛已經上到276米左右 其實上到來已經可以看到了 後面呢 整個沙田的風景 好 那我們再上一點看看 Let's go 相對之 標高柱呢 其實在地圖APP 就找過沒有名字 那如果大家知道 又有以前的名字呢 就留個言 還有這裡有個艇 不知道有多少人上過來 我自己都四五次了 上來都 那這裡就有個涼亭了 可以休息一下 那我們現在呢 趙 拍照照片 我之前聽說水牛山附近 好像發生了一些事 沒錯 前一個多個月 有一位行山人士 他三點多鐘上山 一個人走 失蹤了十幾天 最後目擊者說在水牛山 左邊現在看到那堆石 而說向著打蛇油的方向 向西貢那邊下山 所以現在就在這個位置 他原先是走我們 現在向水牛山的方向這條路 原先是跟家人說會走石牙山 完完全全是我們現在走的這條路 雖然說這條路我們現在在走 但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行山點都有很多意外 大家走的時候看季節 找一個盤子一起走 那就比較安全一點 所以也是那句 要注意安全 上山的時候 也要看一看當日的天氣預測 那我們繼續進發 出發了 水牛山頂 對 因為我們前面看到這塊石很漂亮 就是這個 很突出的一塊石 這個重任 當然是交給Willan 好 膠盆給你了 OK 還要有音樂墊底的 不錯 Let's go let's go 切中 看著啊 看看啊 這個黃色蝶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黃牛山頂啦 這裡幾個啊? 604米高 黃牛山頂 一會兒我們就會下去黃牛石城 還有去石天窗 因應喜歡打卡的朋友 有一個很好的地方給你打卡 我想說這裡是超大風 一點都不覺得熱 不覺得辛苦 所以很少朋友一起過來 那我們現在準備出發啦 我會有個好好的地方 我會不會去山上 好好的地方 我們會不會去山上 那邊走 我們會不會去山上 我們會不會去山上 什麼地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